蝙蝠侠还是罗宾?Gilke是精快的见对计时吗? 去年暑假,丹佛精快以年薪三千万的价码签下了前明星前锋Milzai,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依赖Milzai的能力以及经验,来辅佐刚确立的新核心中锋NikolaGilke。 两个准明星前场再加上万斤由中生带测衣,还有值得期待的年轻后场双枪,大家都期待着这样的组合能够让精快再次打入季后赛,因为丹佛的球迷们在安森尼离开后,真的太需要再看到一个新的希望,一个有可能把精快再度带进西关的全明星。 但看到现在,金快还在季后赛的边缘挣扎,而且随着这波七连客场连续的势力,我们晋级的机会正一点一点的从指粉中溜走。 在我们检讨防守体系,教练Milzai的退化或是Balton的进攻使用率这些问题之前,一直都有一个点,似乎都没人去想过,今天我就想来跟各位老大聊聊这件事。 那就是,局OK,真的是那个我们一直等待,值得围绕他舰队的基石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首先我想先说说我对于基石这两个字的定义。 能够被称为基石的球员并不多,这种球员只能说可遇不可求,非常珍贵。 因此,现在才有球队故意这样连续摆烂这么多年,只为了选到那个基石。 想成为基石,首先我觉得他需要有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 这点应该是很基本的,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球队,即使都有这样子的条件,就不要说足以竞争历史第一人的勒布浪中生代的克里射历史独一无二的超准字走炮,新生代的NBI底有助卓越的单打技术和防守统治力。 因为在各种状况,进攻战术卡住,团队手感不好,最后独秒阶段的进攻或防守,这些时候都非常仰赖主力球员的个人能力来打破僵局。 再来,因为球队都是先选到基石在围绕他舰队,所以围绕他舰队的难易度还有是不是真的符合潮流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这点很现实,因为不管是自由市场还是选秀,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池子里会有谁在等住,所以风格越摆大越泛用的基石,重建完成的几率就越大。 最后是精神层面,也就是领袖气质。 这点应该不需要我多说,核心球员的个性会影响到这支球队的风格和高度。 每个基石带队的方式都不一样,有求胜心强到不行的抠,他会以身作则叫其他队友跟上,等到其他人跟上他的脚步时他就会见直总冠军。 也有像Villard这样的倒队方式,用模范般的领性气质同龄全队,让特慌者在这一季退变成为以止息区第三的豪强。 在讲完基石的定义后,我们把焦点放回Gioke身上。 还只是三年级生又来自塞尔维亚的Gioke,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让球迷们纷纷为他的球技位置着迷,甚至认定他就是丹佛的下一个台柱? 我这边就用客观的角度把这些点条列出来。 首先是他的技术。 这里的技术包含了他的投射技巧,地位手感,要范本林以及传球技术,在经历过上一代的中锋荒后,连门周已经很久没有出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技术派欧陆中锋,而Gioke正是我认为这个世代技术派中锋的代表人物。 很多人对于Gioke的印象都在于他的传球,没错,他的却是一个传球技术非常好的中锋,各种悲传长传他都得心应受,但你有想过为何他能够有这么多传球的机会吗? 那是因为他的投射能力帮队友很好的拉开了空间。 Gioke的投射能力并不只是单纯把握住空荡而已,他能够轻松协议地在对手面前出手,因为他的出手拉得非常厚面,射程又可以达到三分线,这些点让防守者没办法放住他不管。 有在追尽快比赛的朋友应该就知道Gioke三分的弧度是非常漂亮的Ray Bull Shot,有很多球员出手后你还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但Gioke的投射就是让你特别安心。 除了投射以外,他的抛投手感也是非常优异的。 应该说,如果不是他这一季因为减重导致他的低位有一点推不进去,不然他就是哪一个难以防守的低位杀器,不是因为他的蹲位,而是他真的在游七区周围有着不可思议的命中率。 最可怕的是,即使他在对抗中感受到困难与阻碍,他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他要犯规的技术。 他是一个天生的表演家,他那软烂的身形让他看起来被任何人防守犯规都相当合理,但防守对象畏惧他的投射能力而稍微靠近一些,就很有可能是送他上罚球线的陷阱。 除了只要磨练就有的技术以外,Giokic的事业和球伤更是老天赐予他的天赋。 LeBelon-Giames自带体系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说在这联盟找到另一个自带体系的球员,那就是Giokic。 历年有许多在助攻这项数据上不错的中锋,例如公牛时期的no或注射特荒者时期的plumlee,但事实这些数据对大部分都是受惠于战术,例如一个挡人后刀给绕出来的射手直接让他出手。 Giokic也有类似的战术,但他负责的任务却反锁得多,甚至可以说,Melo的战术体系只是让球员一个又一个的跑位空切的空档,而Giokic才是那个真正去判断哪一个进攻才是可行的执行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状况,在外围守地守船给射手,又或者在轴区要求的Giokic,直接找到弱边射手的一个大对角传球,甚至在单打的过程中找到摆脱防守者卡厅的湖顶射手于底线侧影。 说白了,Giokic是帮教练完善体系的最佳代表,有他在教练科英省下一半的工作,因为另外一半Giokic会帮你搞定。 他是教练救星,也能够考而组织能力不足的年轻控球,他的球伤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年轻球队的进攻内容提升一个档次。 符合潮流的空间形长人以及自带体系的视野与球伤,正是尽快将Giokic视为重舰机时的主要原因。 好了,在听完我冗长的前置废话之后,终于要来到最核心的问题了。 那就是,到底Giokic是不是合当作舰队的基石?如果不适合,那又是卫尸吗? 在听我的结论之前,为了怕有老大看到我的结论就看不下去,我决定还是先来听听我认为Giokic比较不适合成为基石的缺点。 第一个,那就是Giokic,虽然在右投射这件事非常地符合潮流,但是事实上,有一点从古至今的明星中锋都需要具备的能力,Giokic,可以说是这个世代的中锋之中表现的最差的那几个之一。 那就是防守与护矿能力。 体能不好,一身软肉,身高也只有6尺10寸的Giokic,除了有一双在中锋里面算不错的快手让他在抄截这方面不错以外,其他各种防守数据都差到不行。 单防防守传统中锋可能还行,反正现在联盟也比较少那种在地位真的很有杀伤力的传统中锋,但只要面对体能稍微好一点或脚步快一点的禁区球员Giokic,那脚步就会跟不上。 脚步太慢这件事也让他不但扑不出去防守能投外线的常人,当被对手用换方拉出去跟后卫对位,几乎也就是稳稳被吃掉没有悬面。 除了单防,Giokic的协防能力也相当糟糕。 除了没有成为协防大师的体能条件,面对对方空位的挡拆防守也是一个很大的动。 如果要我说,他在进攻上完全符合这个时代的风格,但在防守端也完全没有能力去对抗现在的小阵容外线打法,让他上场完全就是希望能让他发挥的进攻效益去填补他在防守端露出的坑,因此要找怎么样的队友和他搭配也就格外重要。 这也就延伸出Giokic的第二个应用,也就是舰队上面的困难程度。 如果有在关注尽快进两季状况的就会知道,球队为了帮Giokic找到一个称职的禁区搭档真实煞费苦心,上季从Nerkic的双塔实验,换成和Ferry试试,之后又找来Plami,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副手。 即使季前重金签下前明星前锋,万金游道不行看似什么阵容都能配合的Musei,就算已经不像季出那般跌跌撞撞,但两人至今都仍在磨合是事实。 因为Giokic薄弱的防守能力,几乎所有的队友最好都具备水准以上的防守能力几乎可以说是基本条件。 外加为了要能将Giokic的传导能力最佳化,运动能力还有外泻也都可以放进必要条件之中。 感谢观看